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 尽管美国的出口管制 抑制了英伟达在全球最大半导体市场之一中国的业务 但该公司今年仍有望在华销售 价值120亿美元的人工智能AI芯片 根据分析师的预测 这家市值3万亿美元的硅谷公司 将在未来几个月内 交付100多万枚对华特工版人工智能芯片H20 他们的设计 不受美国对向中国客户销售人工智能处理器的限制 根据芯片咨询公司Semi Analysis的估计 这一数字几乎是华为在中国制造的H20竞争对手 升腾910B销量的两倍 英伟达是最新一家被卷入美中紧张关系的硅谷公司 拜登政府希望阻止世界上功能最强大的芯片流向中国 担心中方会利用这些芯片 制造出更强大的军事用途人工智能系统 由此造成的人工智能芯片短缺 打击了字节跳动 腾讯和阿里巴巴等中国科技集团 与美国OpenAI、微软、Meta和谷歌 在重塑行业的技术领域展开竞争的能力 每块H20芯片的价格在1.2万美元到1.3万美元之间 这表明英伟达的在华销售额可能会超过120亿美元 在截至2024年1月的财年 这项超过英伟达整个中国业务 包括向PC游戏玩家销售图形芯片和其他产品的103亿美元收入 英伟达拒绝对上述预测发表评论 华为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自从拜登政府于2022年 首次对英伟达在中国销售其功能最强大的人工智能芯片 实施限制以来 这下美国公司一直警告说 随着中国的云计算提供商和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转向华为等本土替代企业 其业务将受到影响 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 在该公司5月份的最新财报电话会议上说 我们在中国的业务大大低于过去的水平 现在在中国的竞争更加激烈 因为我们的技术受到限制 不过 我们将继续尽最大努力为中国市场的客户提供服务 英伟达首席财务官克莱斯 Kolette Kress 在同一电话会议中表示 最近一个季度 英伟达数据中心部门 包括人工智能芯片 在中国的收入比10月份 实施新的出口管制 限制之前的水平大幅下降 就在拜登政府 开始实施出口管制之前的2021年 中国市场的收入 占到英伟达总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 即使H20芯片的销量 如分析师预期的那样好 今年中国市场的销售额 也可能接近10% 但这也反映出 随着美国科技公司 建立越来越庞大的人工智能系统 英伟达市值的巨大增长 尽管在今年春季 推出新款H20之前 英伟达在中国的销售额一直较低 但摩根士丹利和Semi Analysis的分析师均表示 虽然与英伟达在美国销售的芯片相比 H20的性能有所下降 但该芯片目前正在批量出货 并受到中国客户的欢迎 摩根士丹利在本周给客户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写道 买家对H20机群的潜在竞争力 给予了积极反馈 并指中国需求强劲 Semi Analysis公司的帕特尔·Dylan Patel说 虽然H20的性能在纸面上低于华为的升腾910B 但实际上由于内存性能出众 英伟达的芯片领先不少 他估计华为同期将售出约55万枚升腾910B芯片 总部位于深圳的华为及其制造合作伙伴 正努力大量生产这一复杂的处理器 以满足需求 大多数中国人工智能公司 也是在英伟达生态系统和软件的基础上 建立自己的人工智能模型的 转用华为的基础设施既费时又费钱 拜登政府于2022年10月 对英伟达向中国销售其功能最强大的芯片 包括A100和H100的能力实施了限制 去年年底 拜登政府进一步收紧了这些控制措施 将英伟达较新的芯片也排除在外 到11月 英伟达开始销售一套新的对华特工版人工智能芯片 其中H20是功能最强大的芯片 截至4月底的最近一个季度 包括面向PC游戏玩家 数据中心和其他客户的芯片在内 中国市场约占英伟达总收入的9% 低于去年同期的22% 不过在此期间 包括香港在内的在华总收入仍有所增长 同比增长超过50% 达到25亿美元 与此同时 华尔街日报周三报道称 英伟达芯片正通过地下网络 偷偷被带入中国 报道提及 去年秋天 一名在新加坡留学的26岁中国学生 收拾行李 准备回国度假 除了衣服和鞋子 他的行李还有6块英伟达先进制成人工智能芯片 大学里的一位熟人让他帮忙带这些芯片 因为美国限制向中国出口这些芯片 每块芯片的大小与任天堂游戏机差不多 这名学生在机场没有引起任何怀疑 该学生称 每带回一块芯片就能得到100美元的报酬 对于地下市场的售价来说 这只是九牛一毛 华尔街日报发现 这名学生参与的隐匿网络中 有买家 卖家 和带货人员 这种操作可以绕过拜登政府 只在阻止中国获得英伟达先进制成人工智能芯片的限制措施 人工智能能力对于美中科技竞争至关重要 报道称 至少有70多家分销商在网上公开宣传 他们有受限制的英伟达芯片 该报与其中25家分销商取得了直接联系 许多经过核实的卖家表示 他们每个月供应的英伟达高端芯片打数十块 华尔街日报发现 英伟达芯片的供应非常稳定 这些卖家大多接受预订单 并承诺在几周内交货 有些商家还出售整台服务器 每台服务器通常包含八块英伟达高端芯片 售价高达约30万美元 这些商家出售的功能强大的英伟达处理器的数量 还不够满足一家科技巨头的需求 但需求低一些的人工智能初创公司或研究机构 完全可以用这种方式采购 对中国来说 每一块英伟达芯片都很重要 在对科技主权和国家安全日益重要的人工智能竞赛中 北京希望保持对华盛顿的竞争力 华尔街日报进行的调查 包括向使用地下局道的中国买家 核实购买情况 以及获取交易记录 海关文件和代售英伟达芯片的照片 负责监督限制措施执行情况的美国商务部 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有点高兴 人工智能 这个